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们的粉丝真的是感谢你们 这个一路的相挺 到现在这个大盘 真的已经跌破了非常重要的关键点 那这个重要的关键点跌破之后又会怎么样 等一下我会再跟你讲 那我也是希望说 我录的这个节目 希望给真正能够相信 曾宏在这个24年的操盘的一个经验 来分享给你 你愿意去吸收 你愿意去学习 这才是重点 所以我希望这些的粉丝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各位 一路的相挺跟支持 尤其当我在每个人在酸的时候 偶尔有那么一通留言 是在支持的 其实是非常的窩心 那我们当然废话不多说 最重要这个盘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今天这个大盘 你要去注意 因为这个大盘它已经跌破了盘头的低点 也就是之前的15265点 就是15265 那这个跌破之后就告诉你什么事情 就代表你在上面 这已经将近30天了 将近快要30天 你只要有买股票的 依照我们这个K线来看 大部分都是套牢的 就是说现在大部分的80%的都在等解套 好你认为这个地方还有机会再盘吗 没有了 机会真的不多了 为什么 因为当他跌破这个所谓的盘头的低点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 也许还会再拖个一天到三天 在那边反弹一下 小反弹不是大反弹 就这么小反弹一下 然后你要注意了 下个动作是什么 会出现来个大跳空 很奇怪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这个依照真红的经验 每次前面有个大跳空 后面他就会用大跳空来把它结束掉 那下问题来了 如果又再出现个大跳空 往下的大跳空 当然不是往上的 就这样对称 那这个形态叫做什么 这个就叫做导撞反转至强空形态 这是非常的恐怖 所以我这边有这个当初 我在这个16800的时候 我也讲过一次 导撞反转的时候 没人会相信 因为大家那时候都已经非常的high 我记得三天涨了多少 832点 所以拉回来的时候 每个人的那个high的热度 还是没有减 一直到出现这个导撞反转 还是没人相信 可是相对的 这一次投资配 你要注意了 假设他真的出现导撞反转 所有的股票 我可以跟你讲 无一信免 因为接下来的行情会跌到让你不敢相信 因为这个头太大了 这个头太大了 不是像之前16800点 你看 16800点之前只是个小小的头 出现一个导撞反转 就跌了2800多点 那这个头 快30天了 投资朋友 你认为他会怎么跌 那就绝对不是小行情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跟投资朋友讲说 在这一波接下来的行情里面 很多人真的 你会跌到后面变成怎样 写股市毕业文 这投资朋友 这真的会来一次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你千万在这个地方 不要再坚持去做多 那如果是说你手上有的股票 如果你可以设立个停损点 真的不行了 你就赶快先停损出场 把你可以忍受的范围 不要一路抱下去 真的会摔得很惨 这一次 好 那再来呢 投资朋友 你还记得吧 我当初在3月14号 跟你讲的这些 粉丝索码的频道股里面 我相信有30档 其实有很多档股票 都一直在下跌 那只是说我今天 先把一些跌的 真的是比较夸张的 来跟你讲 包含像这个同心店 同心店在 我还记得 昨天 昨天的时候 还有人去抢 我这个是盘中的 不是收盘 收盘更惨 对不对 因为收盘已经快打到跌停 昨天有人去抢 抢了之后 因为昨天涨了100多点 对不对 开盘的时候 结果就不对了 对不对 不对也来不及了 你也不跑 不跑之后 今天几乎收盘 快要跌停板收盘 像这样的股票 投资朋友 后面的跌势 绝对不是只有 那小小的一秘秘而已 你要去注意 因为他这个前面 其实你可以看 你不要认为这个地方 只有这样的套牢 你再把图缩小一点 其实筹码还有更多套牢 好 再来就是什么 这个四洋 四洋就是之前 腰股里面 市场最出名的 对不对 大家都说 哇 这个有够标的 然后每个 很多的财经媒体分析人员 就来跟你介绍了 结果投资朋友 你们就发现到什么 就一路往下跌 几乎没有谈的 其实很多股票 投资朋友很喜欢拿什么 均线 什么拉回到时线 拉回到月线 拉回到季线 可以买 拉回找买点 错哦 投资朋友 你现在不要搞这一套了 因为当初 这个个股或大盘在涨的时候 所有的均线反压 全部被突破 你们应该还记得吧 那就所以告诉你一件事情 均线在现在的一个架构里面 是不适用的 你不要拿那个 也许短线有撑个一天两天 后面他又继续往下跌 所以千万不要拿均线 所以为什么你看 曾宏跟你讲这个K线图的时候 我从来不会摆均线在上面 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均线只有用到什么时候 多方市场才好用 现在是空方市场 所以你不要去拿那个均线 来看那个什么支撑 有没有 那真的不好 否则没有 我希望你能够听得下去 因为毕竟你会看索马频道 都是我的粉丝 曾宏希望能够保护到你 你看这个巨大就很明显了 巨大也是一样 你不要说是均线 你连这个平台 有没有 轻轻拆拆拆都会怎么样跌破 都会破掉 有没有 为什么 如果是在多方市 这种的横盘的平台 不容易跌破 可是在空方市就不一样了 滑路就滑了 滑破就破了 这就是空方市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记得 不要再拿什么均线 也不要看什么 这边打底 这边横盘 有一个什么支撑 这个都不要去看了 重点是什么 如果真的不对 你自己要设立好停损点 你开始忍受个5% 还是忍受10% 最好不要再超过10%来了 多担真的 投资朋友再往下走 真的是不得了 好 再来我们就要看什么 这个美食KY 有没有 这也是我当时在讲的 也是非常多财经媒体分析人员 来跟你介绍跟推荐的 结果强反弹又被套 有没有 就像这个样子 弹个两天 你很开心 以为说后面有机会 对不对 结果没有 投资朋友 你看是不是这样子 为什么是这样 那就告诉接着下来大盘 绝对不是大家所想的 只是涨多拉回 我很多事情 可能不能讲的太清楚 因为我只能跟你讲的 就是从现在 我告诉你 接下来的下跌 绝对会让市场跌破眼镜 你只要把这句话 记在心里面就好了 好 你看我们当初 去放空的华星光 我们是在50.3 去放空的 获利是不是已经拉开了 他那边撑撑撑 然后又冲一下又撑撑撑 对不对 结果还不是又下来了 像这种基本面没有非常好的 投资朋友 你自己要去注意了 包含像美食 美食是美食 公司派都出来讲 他又有什么新药 又有什么东西 又获利又多好 对不对 可是实际上 市场的竞争者还是存在的 对不对 虽然他不是真的新药 他都是什么 学民药 就是模仿别人的这些 已经在市场在卖的药 所以这样的获利 投资朋友 不是说没有 但是有竞争者 有没有那么大的成长 真的会打上个很大的问号 所以投资朋友 你看我们当初在空272.5的时候 现在已经来到多少 245.5 很多人也喜欢看什么 均线 有没有 认为什么月线有支撑 季线有支撑 那到时候我可以跟你讲 全部都没有支撑 因为我跟你讲过 这边是空方式 如果你手上有 真的要赶快避开 好 再来就是什么 创委 也是一样 明明这家公司就不是怎么好 然后就拼命拉 拼命拉 讲了很多 很多的未来的利多给你听 结果 法人拼命跑 所以都散户拼命追 那我们当初就去放空在127块 你看 现在已经来到多少 116.5 我们的获利就越来越大了 对不对 再来另外一档股票 叫做利端 这也是 之前 很多财经媒体分析人 会去介绍的股票 那我为什么会去空它 万般拉台皆未出 当初我去空 前面空的稍微低了一点 没关系 冲在高点我就再加码空 我们的平均是在112块 现在这两笔单 你不要看这个只有差 差这个5块钱 5块钱是还在乘以2 等于是 一个一张 你一次一笔单 10张 那你等于20张了 赚到不得了 同志们 你不要开玩笑 像这种加码单 真的给他跌下去 是坍得很恐怖的 就跟我之前在 放那个波段空单是一模一样的 你来看 当初 我就是在这个1681 就是16800附近 当初在布空单 布完空单之后 也不是马上跌 他也在那边振振振 振完之后 才下来那一波 2800多点 我讲过 当这个大盘出现了2800点的时候 的跌是 什么样的股票都会跌 好不好 没有那个不跌的股票 第二次是15475 也是一样 当初也是 我这个在15475附近放空 结果呢 他就开始怎么样 震震震 还跟你偶尔再拉一下 结果又一样 跌了2800多点 这两次的波段的空单 我们的会员真的是壮傲 爽到不得了 大家愁眉苦脸 我们的家族成员是怎么样 笑呵呵的 赚的薄薄薄 好 等到这一次 就是我们怎么样 谈上去之后来到压力点 那时候我说过 我们是在封关之前 今年的封关之前 我把它获利回补 赚什么 赚年终奖金 这就是很多的酸民 一直讲说 我被嘎3000点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算的 我明明没有被嘎3000点 就已经回补 而且这边的最低是多少 13981 13981我不可能回补完毕之后 隔天开红盘 涨了560点 我马上去空 我偷客应该没那么有问题 因为我才刚回补 怎么可能 隔天马上就去放空 我当然是等到什么 涨到压力区 我是在最近是在什么时候 这一批的空单 都是在盘头的时候 我们才开始慢慢的布局空单 就慢慢的一档 一档的布局 投资朋友 所以为什么你可以看到 我那些空单 开始已经来获利了 所以投资朋友 做空的输家策略 才是一路空空空 那口袋单人会空空 可是正宏不是 正宏会知道 压力区的时候 我们来放空 自身区 我们就赶快回补 那压力区跟自身区怎么算 那个都要用筹码去计算的 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投资朋友 要做空 要赚这一波的大行情 赶快跟着我来做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跟你分享到这边 也预祝啊 所有的粉丝 操作顺利 财源广进 我们明天见啰 本公司以往节七效不保 节目来获利 且以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控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写行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 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 就有一档最新银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富豪 就是你